- - 現在眼前的就是Samsung的 - S95-D OLED - 它們是用藍光陣影的 RGB排列 然后他现在面板涂层你看 阿森站在前面啊 在黑色画面完全是消光 看不到任何我的倒影 但是在暗部的地方的话 有些人就觉得会有一点懵懵的感觉 但实际上他这个消光其实做的真的很强 所以你家里要是光线啊 真的很混乱的话 那他的这个极致的消光面板 就真的还蛮厉害的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他们第一阶的S90系列 用的是旧级黑面板 他会有稍稍的反光 但是他也有看反光涂层 但是他是做亮面的 就算是手机亮面跟霧面的感觉 这是Samsung 今年的S90D跟S90D X170最早是插在说面板涂层不一样 然后往下因为一阶啊 他们的mini LD是QN87D 或者是QN85D 87D跟85D就差在说不同通路在卖 所以说型号其实两个规格是几乎一模一样的 这个算是87D是燦坤跟吉拉斯在卖 然后一般的亮翻通路是85D 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然后我觉得如果说今天Samsung 以入门来说的话 最少要从85D、87D起跳去买 然后再接下来这个就是QN90D 如果说以阿森来说的话 Samsung的话我买4K的mini LD来说的话 我最低人接受的就是QN90D 因为旧旧QN90D 这台mini LD它有旧级黑面板 像是85D跟87D一样都是mini LD 但是它就是没有旧级黑面板 光旧级黑面板这个涂层的话 会让你颜色保护度、清透度提升很多 落差很大 然后再往下来的话就是80D 就是一般的直下是量子电电视 但是落差还蛮明显的 区域空旺就没有到很强 这就是Samsung的部分 那我们转场一下看一下Sony的部分 一路一年前的就是Sony的Brabia 9 今年Sony的Brabia 9 除了看绑光图人 现在看得到阿森177 但是他们今年的晶片 区域空光真的是很强 然后亮度峰值跟暗阶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说Sony啊Brabia 9 算是龙灯啊 阿森啊今年啊 最强烈的电视之一 但是它的价位啊 现在是60寸 9万9 然后14万 然后到24万 当然都会有一些优惠啊 可以再问一下那个展场的人员 然后再往下一切的话 Sony今年的XR Barbie XR80啊 就是白光阵营的OLED 它就是LG面板 阿森就没有到很喜欢了 因为与其这样的话 让我就买 LG的C1 不 C4啦 今天是C4 然后 往下一件XR70 就是它比较平价的miniLED 它可以取代去年的 X90 跟X95 它们的中间值 像是CP值蛮高的 几种 然后它现在 是促销是 55寸 65寸 跟 75寸的价格 这也是 应该是Sony的主打机型 然后当然是 中年青年啊 有什么活动的话 可以再问一下卖场人员 然后 这边它摆的就是65寸的 XR90 99,900 然后看一下 中年青活动 它还有这优惠 找65寸的话 是可以买这一款 但是我觉得今年的XR90 CP值最高啊 是75寸 因为它只开到14万 然后它的区域控光的控光数 跟那个miniLED的排列数 都非常的高 然后XR70 然后下面则是X90 今年的马来西亚制 X90 直下市 去年的 然后续卖 然后在边边这个就是 Samsung Samsung今年的CP值真的非常的高 70寸的8K 它才开到17万9 而且还有优惠 但是8K 我觉得现在用得到的地方啊 还不够多 而且比较好点 但是去年因为 阿森开到新品不良 跟我朋友同一台 8L 811 开到新品不良 所以有点点小小的阴影站 然后他们也是采用究极黑面板 但是8K 我觉得再等等 然后这台是 S90 也是搭载了旧极黑面板 然后RGB排列的 QD OLED 但是说真的如果摄影买OLED啦 现在CP值最高的 CP值最高的 不外乎就是Samsung 价位最漂亮 然后 QD OLED是RGB排列 也不是WRGB白光阵影 然后调校部分就看每个人喜不喜欢啊 如果说你今天要买一台旗舰的OLED 那我可能会建议你买Samsung的S9D 但如果说你今天是买Mini LED的话 旗舰的就预算都是无上线的 那我就建议你买Sony的 Varia9 区域控光的话 旗舰的Sony的Varia9 几乎暗色之类 做到跟OLED 几乎快要一样了 不能说完全一样 但是已经到非常顶了 55吋的QN90D 然后比如说价位不要拉太高的话 这个也是 阿森觉得可以买的几种 旧级黑面版的QN90D 你会发现55吋的话 已经便宜到 $499,000 66吋才$599,000 超便宜的 之前的话贵到很夸张 然后Samsung的价钱 其实现在还不是最漂亮的啦 还可以在我等 但是周年期的话 百货公司周年期再配合起来的话 会很傻喔 然后往下这一台啊 边边角角的就是 无数寸的Q60D 量子也是 射片部分我觉得还蛮严重的 所以说Samsung的啊 DU8000啊 Q60D啊 都是阿森不建议购买的 面板也就只有60Hz 也没有到120Hz 所以说我觉得以Samsung来说的话 你就是避开DU8000跟Q60这两台 去选购 然后真的要觉得还不错的电视 然后价格又比较高的 不要太高 然后搭载旧级黑面板 我唯一啊 就只推荐QN90D 以神算我来讲的话 好 OK OK 然后这就是阿森啊 转换阵地啊 帮各位介绍的 有叫旗舰 顶级啊 的系列 他们都是放在 百货公司里面 然后当然 时间有限 阿森稍微讲解的机型啊 大概就这几台 如果说有详细规格 或者说怎么选择这些旗舰机型的话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因为讲一些比较高阶机型的 规格等等的分析的话 阿森比较有兴趣 然后有些会说 2万块啊 可以买多少啊 等等的话 其实那些电视在那个价外地带啊 其实都大同小用 就不像说这些高阶机种啊 比较有一些独立的芯片 控光技术等等的特色 然后啊 如果说喜欢阿森的披萨 欢迎按赞订阅分享 再打开小铃铛 OK 那这就是高阶机种 今天阿森的分享 大家拜拜